全民嫩活一起健康 快来和白小春一起五出活力 上抖音搜索抖出嫩活范 参与君乐宝白小春挑战赛 Gate嫩活赢惊喜大奖 他说我想离婚 就是说我找好人了 再漂亮的人我都不要就要他 把所有的财产都雇给他前期了 还背了一百多万的债 但是是他其实是离婚的 妈 我骗他啊 什么骗他钱啊 骗他什么啊 把我霸占了 他心里不平衡 他玩失踪了 我找不到人了 我前期无二的车 强行叫我毁去 又人不下我 还要又给我粘住了 我跟他分开 我就无论不止了 你给不了我安稳 你给不了我保障 我总有冻山再起的那一天 当你的距离越长的时候 伴助爱情的概率就越高 距离不能成为爱情的阻隔 日思君不见君 那是一种非常凄凉的感觉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勤在朝朝暮暮 那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 为什么会自己支持太悲观了 我想问一下 谈过恋爱吗 当然谈过了 想见你 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却想见你 月亮在天上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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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下去 各位好 这里是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为爱转生》 我是主持人张珊 如果您在生活中 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和困惑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国 免费报名热线 460-828-2299 接下来欢迎今天的 幸福专家团 首先欢迎婚恋家庭关系专家 张仪文 经理专家雷明 媒体观察员陆之瑞 律师 婚姻法专家 朱文雷 任我简单发声 自在快活主张 最具活力的白小纯青春观察员 也会在节目中提供 新一代年轻有趣的独特观点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今天的故事 刘林 44岁 来自江苏许州 她从开始的时候就欺骗我 后来给我拿结婚证 又玩时装 她跟她前妻过不好 又来找我 找我过后还是来骗我的 林峰 53岁 来自江苏许州 在一起生活老是犯旧账网 但不能就是把我的手机和微信拿喝 为了投入 是个所有的一切 又跟她前妻早自在纠缠不清 她前妻这所有的名模 都是她自己创的 不管怎么 是她混着生意的 我还是想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比例我没有什么要求 能够要给我一个保障 因为之前做的这些事情 她没有保障给我 我是不过的 生活氛围 我自身都难保 现在就是维持到这个城 都更加些打工 我还有什么技能的 可以讨厌 所以能够就过 不能够就散伙 希望就是通过的条件 能改变到自己身上的垂线 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完整的建筑 看似平静的婚姻背后 是陷阱还是另有隐情 他们是否能够发现婚姻危机 携手共度余生 欢迎林先生和刘女士 是谁给我们打电话的 我 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 就想看看我这个 能不能问一下过来 因为我们这个是重组家庭 就这几年中 我一直在欺骗之中 当时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有家庭我不知道 半年以后 我才知道她是有家庭的 我就感觉被欺骗了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网上认识的 相亲网站吗 微信 附近人家上的 多长时间确定关系了 开始认识她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我是神一神 是想找一个过日子 我说不是谈着玩弄 她说她是一个人 我也有责任 我因为傻就没 叫她离婚证看 我就总认为她一个人 从认识她一个度 因为她一直都在我家住 住了大半年 我想有个老婆怎么会不早呢 晚上呢 就是因为她的生活作息 跟你一起在一起 生活了大半年 对啊 你是基于这个判断 她应该是单身 对啊 要是有老婆怎么会不早呢 晚上老婆为什么不早呢 我来问一下 林先生 当时什么情况 因为我前妻 感情也不是太好的 所以我就认识她 当时就是说认识她之前 我们没有离婚知道吧 后来以后 认识她的以后 后来我们才离婚知道吧 那你没想过说 在跟她住在一起 生活大半年的开始的时候 跟她先把这个情况 讲讲清楚吗 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多 因为我国家前期 感情不和嘛 感情不和就是反正说 离婚当时也没有离 后来以后就是说 跟她确定关系以后才离嘛 那大半年是你当时的妻子 从来没找过你吗 没有 你跟你那个妻子在一起 多久了 其实一般经常我在30年 我们在一起没有怎么样 每天也不在一起 又一个地方生活 知道吧 就是两地分居 对 本来感情也不太好 所以她平常也不太管着你是吗 对 让你有了巨大的自由的时间和空间 以至于让你对面的这个女人 认为你真的是一个人 是的 那刘女士什么时候发现 情况不对了 开始我当知道她有家庭的人 我就想离开了 后来她就在我家那个车库里面 跪着我 扩着这样亮 我就心软了 她说答应跟我跟她离婚 说跟她感情不好什么东西的 我就相信她了 后来一直一直就认为 也没离 也没看她离婚 这个闹离婚呢 这个东西还是我找到她前妻的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感情不好的 你干嘛要去找她前妻 是我叫她打电话的 也不然她捅不出来啊 这个 也就是说她一边答应着你 一边其实在拖 是这意思吗 就是这样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问一下 林先生了 这个事情既然已经被揭露了 对吧 你跟你前妻的关系又不好 那为什么迟迟不愿意跟你前妻离婚呢 后来过了不久就离婚了吗 是你自己主动离的 还是如刘女士所说的 是因为她去找了你前妻 然后把这事闹大了 闹得不可收拾了才离的 有这方面的原因吗 如果刘女士没发现 你是没有离过婚的 或者刘女士没有去找你前妻闹 这婚你离吗 离 既然有没有刘女士在 这个婚你都离 那为什么还要把这件事情 闹成这样呢 但是有个事件和过程嘛 离婚这个东西有一个过程 也不是说今天睡明天就离的东西 对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你以单身的名义 跟刘女士在一起生活了半年 至少在那半年 以及在这件事情捂不住 被揭开盖子来之前 你根本没打算过离婚 我的这个判断对吗 也不是这样 怎么不是呢 我们反正就是 很明显 不认识她之前也要离婚 也要离婚 但是你可以不离 认识她的时候也是要离婚的 但是我也是不离 等到实在没办法了 我还是要离婚了 哎呀 这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 我觉得你在找借口 我这个不是找借口 我是法是法 你是不是找借口 我的看法和判断不重要 坐在你对面的那个女人 判断才重要 你觉得她还是在找借口 还是真的离不料 虽然她是找借口嘛 她就说她老婆管 等于控制她嘛 不让她嘴一步跟一步嘛 我就有点搞不懂嘛 我说你已经闹离婚了 因为我也是离婚的人 我怎么能可能 敢说你能受她控制呢 我就有点怀疑嘛 后来我就反过来 我想控制她一下 看看她什么怀疑嘛 什么怀疑呢 她想怀疑她要回去啊 所以我想问问林先生 大半年你老婆都不管你 像你说的你们感情不好 她也不管你 但是当你老婆知道 你在外面有人以后 是不是像她所说的 就突然就想控制你了 管你了 她也是说 想走着我和她之间来往嘛 当你提出离婚的时候 你老婆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她同意离婚嘛 后来她提出了同意离婚嘛 是她提出的 对 她提出了同意离婚的 那后来什么时候离得婚啊 因为我感觉被骗了嘛 我就天塌下来一样被骗了 然后她家在那里开门室嘛 开门室我就上她门室上 现在大家都捅开了 我也不要这个脸了 我是被骗之中啊 我就上她门室上去闹 闹了大家都不够开交 然后就上派出所 派出所呢 处理这个事情呢 那是这一次上派出所 她还没离婚 再次再上派出所 她就离婚了 把这个 离婚证协议书拿到派出所去了 那不挺好的吗 那是假离婚 什么叫假离婚 假离婚把所有的财产 都雇给她前妻了 她什么都没有 还背了 一百多万的债 林峰的前妻提出离婚 并要求林峰净身出户 林峰出于对前妻的愧疚 随即把名下的五套房产 全部过户给了前妻 考虑到前妻和儿子今后的生活 林峰和前妻在离婚协议中约定 十年内 给付前妻八十万元作为补偿 而二人名下近三十万的贷款 由林峰负责偿还 协议达成之后 林峰和前妻离婚 你算禁身出户了 对 不但禁身出户 还背了个八十多万的什么补偿款 八十万是说这样的 它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要有钱的话 以后就是说每个月给你钱给他 如果要没有钱的话 也没有办法 那你的意思说这个钱你不用还对吗 对 我那上面写的不是说欠补偿款 而是补偿多少钱 那我告诉你 少一个欠子 你的这个条子我看到了 从法律上来说 你没有一点理由不还这个钱 这个钱只要你前妻要 你必须要给 但是他找我要 我就没有这个钱 没有钱给不了是一回事 该不该给是另一回事 我只是告诉你你该给 我就这种人 我没有那个人来犯这个八十 那我要告诉对面的刘女士 朱律师讲的话你听懂了吗 听明白了吗 那必须要还这个款 我来问一下朱律师 那这个债需要他还吗 这个债是他婚前的个人债务 但是如果你们结了婚 他所挣的钱 都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他必然要以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去还债 他现在跟我在一起 已经还了十几万块钱了 对了 你明白吗 虽然你不用承担这个债 但事实上 你的利益是受到损害的 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如果这个十几万 是你们结婚这个半年挣的 按理来说 你在跟他离婚的时候 你可以分一半的 但是你没有分到 为什么因为这个钱还了债 刘林以为林峰离婚后 等待他的会是幸福的生活 然而他等来的 却是间接背负的巨额债务 而林峰的前妻和儿子 也逼迫刘林 共同偿还八十万元的补偿款 面对这样的境况 林峰却不见了踪影 失踪了 失踪了 过一段时间才跟我联系 然后我就跟他谈这些事情 谈这些事情 然后他就跟我回来拿了结婚证 我就跟他说了 以后谈离婚 你就不要跟我拿了结婚证 我等于是害我 在这样一通折腾之下 你还是愿意跟他领阵 那时候我脑子真是用了 我现在想想 是什么理由和原因 让你决定 还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想想我以前的那种做法 我真的也是后悔 他领证的时候 他说不还这个钱 不还那个协议上 协议那个钱 这是你对 你们领证的唯一的顾虑 是吗 他近身错误 我无所谓 懂不懂 明白明白 但是 所以你从来没有怀疑过 你们的感情 你也从来没有怀疑过 他是不是爱你 以及你是不是爱他 你领这个证的唯一的前提 只有一个前置的要求 就是反正这个债不还 他给了你这个承诺之后 你们就领了证了 是 是吧 是什么时候 哪一年 一般年 十一日以后领证 领证之前 你知道他在外面欠八十万 对吧 知道 但是他就跟你说 这个钱我不会还的 他们也不会要的 对 凭什么就相信他们 那时候我就没意识到 这么厉害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 有人在外面欠了钱 那每个人只要说 我不还了四个字 就行了吗 我真的没意思到这么来 我们带着这个疑问 继续往下问 二位领了证了 得偿所愿 两个人在一起了 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呀 他跟他前妻 是纠缠不清 跟他儿子都纠缠不清 等到之后 我把他手机里面 设置落音嘛 他前妻叫他找我麻烦 我前妻就觉得 好像就是说 就是说就对我 叫那个李律师 把我霸占了 他心里不平衡 懂不懂啊 他从中之间 他想意思 想叫我和他之间 不能在一起生活 他成了他前妻嘛 说叫他在家等着他嘛 说他还是给他半年时间嘛 跟我闹分开嘛 半年 把我跟我之间的事情 处理干净嘛 半年时间 对 这个都是我从诺音里 听到的嘛 有这样的对话吗 他说半年时间 够了 他说的话 来 有这样的对话吗 他说只是说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懂不懂啊 也就是说 确实这么说了 他说只会 他说 他说 他这边说 我这边听就是呗 他说什么 我本来都是听他来了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给你前妻 或者给你儿子承诺说 给我半年时间 我把这女人搞定了 我就回去 我没有承诺 所以想到半年以后 给他塞掉 我从来只能 我跟他说 我只能给他几个分 我就没有想 我只愿认定这个刘女士 我就没有想 给他分开过 那你 那你给你的前妻和儿子 有过什么承诺呢 我跟他没有什么承诺 对吗 我跟他有什么承诺 他给他承诺的 我诺音里面听到的 那我想问问你 林先生 你刚才说你前妻 确实给你打过 这样的电话 打过这个电话 对 你是怎么回复的电话里 我说你过你的生活 我过我的生活 对不对 你不要干涉我的 既然你叫我谨慎吃负 你给我冷成这样 我一无所有 又叫我卑仔 又是哪样这样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 你前面说是 你前妻主动提出来的离婚 对啊 是他提出来离婚 但是刚才你又说 他你前妻觉得 你被他霸占了 所以心里又不平衡 对 他心里就是一直不平衡 想叫我 我直接让他分开 你前妻其实也并不想 真的跟你离婚 从他内心当中 想不想那是他的事情 但是确实是他提出来 要跟我离婚了 他心里不平衡 就是这个道理 他就想叫我 和他指甲撕开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刘女士说假离婚 我觉得也不是说 完全捕风捉影 因为你前妻后面的表现 证明他其实并不想 和你离婚 但是他是主动 主动要求 对啊 主动只是一个表态 所以说 你们离婚 是一个事实 但是当时到底怎么想 后来我到联署 人民发卵 去起诉这个事情 发卵就是说 盘杰室说 你起诉这个不存在 根据中华人民 根据我个福音法 你这个起诉 收账不成立 懂不懂 你起诉什么 起诉什么 其实我不是要求 我这个房产吗 我要最费我的房产吗 对不对 因为我这个房产 当时说房子是给他的吗 给你前妻 对给我前妻吗 给你前妻几套房 一共是五套房 都给你前妻 然后你去法院起诉 然后法院说 你这根本不成立 你离婚之前都已经给出去了 你现在又养完回样 对 那这次去法院 更多的像是一个 表明一个态度 不是表明态度 从我的内心当中 我也想要一套房子费来 因为我这个年龄 也能给我一个 长夜的机会 再来说 我现在也没有哪个精力了 也没有这个经济冷静了 懂吗 因为我没有哪个房子 所以说我也不好 再挣哪个钱了 懂吗 那领了结婚证 11月结的婚 据说没有几个月 又离婚了是吗 对 几月份离了婚 二月二十一号 一九年二月二十一号离婚 这不是当时说 领了证就不离婚吗 你也信誓旦旦的说 我跟他在一起 就不想离婚的 你也说领了证就不离婚 但是是他其实是离婚的 我没其实是离婚的 你为什么要离婚的 那是我提出离婚的 为什么 那他还失踪了 我找不到人了 我找不到人了 那为什么失踪呢 我不是失踪 我是反的工作 我什么叫失踪呢 那你为什么换工作 你的老婆不知道呢 让他知道了以后 到时又吵掌 怎么弄啊 就是他前妻 就他这样的嘛 那时候落音里 听到事实就是这样 好 来 冷静 冷静 因为他失踪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 然后你们离了婚 是吧 是你要离的 找到他跟他谈好了 谈好了条件 然后离了婚 谈了什么条件 赔偿我是三万块钱 嗯 就离的婚呢 那赔了吗 给了 但明正觉离的婚呢 2019年2月离的婚 2019年8月又结婚了 这半年发生了什么 来 我来问问林先生 他就离的婚 然后就回家过了嘛 这半年发生了什么 其实呢 因为发生了什么 好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重新又领证又结婚 是谁提主动提的 谁先提的 他提的 你又提了 结婚是我提出来结婚的 你都给了他三万块钱了 这边前妻儿子 又对你穷追猛打 为什么半年之后 又想跟他要结婚 刘林认为 林峰与自己结婚 是为了摆脱自己 二人的婚姻 仅仅维持了不到半年时间 林峰就回到了前妻 和儿子身边 然而回归家庭之后的林峰 却在半年之后 又提出与刘林复婚 在这半年时间里 林峰与前妻之间发生了什么 林峰向刘林提出复婚背后 又有何隐情 广告之后 为爱守候 我前妻儿子 强行叫我斐居 在明镇与婚离了 然后就回家了 又扔不下我 还要又给我念出来 我认为他敢出来 能跟我好好的过 我也不认识他 我也不费到今天 打工这个声音 到头来他将会 扑在我身上 我跟他分开 我就不露裤子 解决的有多快 解决的有多干净利落 你的下半辈子 就有多有保障 多幸福 多安稳 打开抖音搜索陆志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志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大家好 我是陆志瑞 我要在抖音开直播了 熟悉被爱专身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的节目专制 婚姻情感当中的 各种优柔寡断 执迷不悟 以前你们只能在节目当中 听我说 现在可以在直播间当中 跟我一起来聊一聊 不论是情感问题 还是婚姻的困惑 我都会尽量 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关注我 带你识破 爱情的真相 路要怎么走 你自己选咯 打开抖音搜索陆志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志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生活中有另外一种 可能是有感情的 否则我们就你办 我的伴侣需要的知识 你也有任意 我要把你的脑子 不坏了 赵秋 不一定要立刻留 我们只是想呼唤善 我们只是想呼唤责任 关注我的抖音直播 给你最真实的我 路要怎么走 你自己选咯 打开抖音搜索陆志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志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全民嫩活一起健康 快来和白小春一起 五出活力 上抖音搜索抖出嫩活份 参与君乐宝白小春挑战赛 Gate嫩活赢惊喜大奖 一想以后老婆 怎么会不早呢晚上呢 过来过来不久就离婚了 那是假离婚 把所有的财产 都雇给她前妻了 还背了一百多万的债 她找我要 我就没有这个钱 她成了她前妻嘛 说叫她在家等着她嘛 她是什么 我不能都是听她的来 她玩失踪了 我找不到人了 但是是她其实离婚了 她好了条件 然后离了婚 2019年2月离得婚 2019年8月又结婚了 她就离了婚 然后就回家过了嘛 为什么半年之后 又想跟她要结婚 你跟她离婚以后 你去哪了 我跟她离婚了以后 我前妻和儿子 强行叫我废居 强行叫你回去 然后呢 但是我废居的中午来说呢 我还想跟她在一起 跟牛奶 那你回去了没有 我废居了 你回去了 你心里又想跟她在一起 但是你前妻跟儿子 你回去你又回去了 然后呢 回去以后呢 回去后来就 前妻后来以后 又扔不下我 还要又给我撵出来 又把你撵出来了 又把我赶 所以你又找 回去找她了 她是撒谎 她跟我那天 在明正觉 婚离了 然后就回家了 那一万块钱 还给她前妻给的 回谁家了 回她前妻家了 回到前妻家了 那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 有她一万块钱 是她前妻给的 然后就这样 你又跟她结婚 我总是过来 这一面子 我总是要 这一次离婚了 找了一个人离婚 再就离婚 再给人家看一会儿 我总是就是这么想 我老子里面 总是就是这个一面子 她找你复婚 是因为她前妻 又把她赶出来了 你知道吗 对 我知道 我认为她赶出来 能跟我好好的过 所以2019年8月份 又结婚了 86号结婚了 19年8月 这离现在没多长时间 那你好好过吧 她前妻去年 还上我们家走 把那个信息给我看了 她说把面包车 和苦情的车子整过 那个苦情的车子 也有有份的钱了吧 然后就都开给她 前妻去了 您结了一些图 给了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吗 这是她前妻给您发的 给我发的信息 然后她这里面 可能跟这个车是相关的 发的一些内容 跟这个车是相关的 说现在过得幸福吗 听说你的男人又跑了 你不是发信息给我说 你们又要结婚了吗 然后她说了 她也知道 已经毕竟三十多年了 还有儿子 她也知道她老了 是她的 这车吧 她都给我了 卖钱用了 你开心吗 我就认为 他要是想跟我 最爱是拿结婚 那想跟我过 你就把那个车子 从码头 就叫你朋友看 你应该跟我联系 对不对 我现在是你老婆 你为什么要 就跟你前妻联系 刘女士 你知道关键的问题 在哪吗 平常的时候 聪明得很 细枝末节的时候 你看你刚刚 跟我们分析判断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像个侦探一样 条理清楚 逻辑思路非常明细 一到要领阵的时候 你脑子就懵了 确实是这样 哦 确实是这样 行了 那你就不要 跟我们在这争辩 你一边说着 你就是给你前妻 不干不净没断 你就是想骗我 就是还想回去的 一边 离了父 付了离 离了父 付了离 我现在来这里 也就是让你们 增加分析分析 这种到底能过 还不能过 不能过 现在你们现在 是什么状况吧 我想问一下 我已经起诉一次 你一份了 我忽然间发现 这事里 这前妻真厉害 首先离婚的时候 房子全归自己了 然后这边 还要补偿他 八十多万 对吧 是补偿不是欠 没关系 不是欠 是补偿他八十多万 然后忽然之间 离了婚之后 他变成前夫了以后 发现 我无力追之地 就只能租房住了 我租房住都没有钱 当时我出来是 我点尽身出户的 我身上一份钱都没有 你不是尽身出户 你带着债务走的 你管 这时候他们叫债务了 你管那债务叫补偿 注意啊 你带着补偿义务走的 八十多万呢 对 这租房也没钱了 这要离开了前妻 这可怎么好 于是他和您 一次结婚 两次结婚 当然主要是第二次结婚 他也说了 不跟您结婚都没定住 他也说了 他前妻不要她了 回去半年 他前妻又把她轰出来了 然后他就跟您结婚了 我知道他现在安分 能给我再去过日子就行了 是啊 他要不再安分跟您过日子 您连租房的钱都没有 我也没有比例要求 只要跟安分跟我在一起生活 刘女士 你现在还在纠结是吧 对 他说我就想离婚吧 他说能给我过好 你认为他能给你过好吗 我也不懂 你告诉我不懂是什么 我已经起诉一次 判绝下来了 然后我就想问他 你现在想跟我过 你要给我什么保障 你要怎么去跟我过 到头来还张会迫在我身上 我也不认识他 我也不费到今天打更整个生涯 那我想请问了 在你们认识的第一天 是谁欺骗了他 隐瞒了真实有婚姻的身份 我想问 我不是也离了分吗 也跟他寄过分吗 也是死是成灾吗 也不是说我叫欺骗吗 这怎么叫欺骗呢 所以不叫欺骗 对呀 怎么叫欺骗两个字呢 现在你看 林先生有一整套 非常缜密的逻辑 对呀 那你还留恋什么呢 他说我想离婚 就是说我找好人了 而且就上我家楼下 真的你骂啊 骂来骂去的 骂我骗他啊 什么骗他钱啊 骗他什么啊 现在非常简单啊 第一 我希望你冷静 第二 我希望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我并不怀疑 坐在你对面的这个男人 对你是不是有感情 我相信你们之间 可能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这几年来感情是有的 但是 这个感情非常脆弱 这个感情非常摇摆不定 这个感情 随时会因为前妻 或者他儿子的介入 而导向 不属于你的另外一边 对 我就担心这个 我现在就是想这个 所以我才离婚 所以我不能再拖了 就这样 拖了三四年了 这样下去 我不值得 我到出来还是一场空 我就是这么想的 才去起诉离婚的 今天的这个错误 早在你们认识的 第一个半年之后 你发现他其实 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这个种子就已经埋下了 早在那个时候 你就应该毅然决然地 离开这个人 你在你的人生道路上 在对第二段感情和婚姻上 你的选择是一错再错 我就总认为 他要是想跟我过 就不会这样去离婚 您跟前妻的孩子 今年三十岁了 对吗 对 三十岁了 您跟您前夫的女儿 今年十二岁 跟他关系怎么样 开始好 河南就不好 现在是什么状态 现在也不好 但是他在我家闹的嘛 闹的灰灰扬扬扬的嘛 也是 他跑到楼下 他孩子也在威胁 我知道 他跑到楼下嚷嚷 您家姑娘也能看得见 我问一下 我特别不理解 原本啊 你有五套房啊 儿子三十了 原本您这状态 人生应该是一马平川啊 这个人生状态很圆满了 对吧 是的 您没事拿那APP 在附近找啥人呢 其实生活当中 不是像您所说了呀 我自己比较疼苦 我自己的苦 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现在的结果是 五套房 没了 归前妻了是吧 然后您前妻那儿 您还得补偿人八十多万 我问一下 您跟您那三十岁的儿子 关系怎么样 爷爷摇头 就我不理解 何苦呢 所以是我现在 就不能给他分开 我跟他分开 我就无路可走啊 通过专家的分析 林峰认识到 自己的摇摆不定的态度 对于和前妻的关系的 处理不当 才是刘林如今想离开 她的根本原因 为了修复林峰与刘林 之间的裂痕 专家针对林峰 如何正确处理 和前妻的关系 提出了建议 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跟你的前妻 发生任何的关系 如果真的要还钱 所有的沟通 由你的老婆进行 可以吗 可以啊 我可以做的 这可以吗 他做不到 他跟我们都是在一个区的 他要在家做生意 就做不了 他上门来闹 现在是这种情况 我跟他说 只有一个方法 他上他的班 我做我一个人的生意 没有什么问题 刘女士四十多岁 找个老公 还要被前妻骚扰着 被你跟前妻的孩子打扰着 他也没有什么传绿来干涉 我和他之间的生活 他来找我 我现在去理解研究 和他也没有关系 他也不好找他 对不对啊 我就很简单 我们要让一个女人 留在一个男人身边 这个男人总能给他点什么吧 曾家也在问这个问题 我天天也在问你这个问题 你给不了我安稳 你给不了我保障 我也在天天在问你这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给不了你保障 那你给了我什么保障 你跟我领真了 你跟我领自爱之症了 你给我多少钱 你自己算了 你自己不安心 你怎么知道我给不了你保障 那你自己算了 你给我多少钱 你算上来 我希望他 我能到冬山再起哪一天 你说服于给他一个安全感 我这辈子 他说我唯一最喜欢的人 我就要认定他 再漂亮的人我都不要 我就要他 你妻子现在担心的 就是你前妻来干涉你们的生活 影响你们的生活 对不对 干涉我的生活 我自己处理 叫他不参入 你自己处理 这是你的想法 那如果你前妻找到他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想问的就是 你有没有一个时间 就是我能保证多长时间 从此以后 我前妻保证不来找你了 我来处理掉了 他只有来找我 我才能处理这件事情 他不来找我 我不好去找他 你把这个道理要分清成都吗 就是前妻只有找他 他才能处理前妻的事 前妻要是不找他 前妻找其他人 他懒也拦不住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别人包括他吗 找他 他更可以推出 和他没关系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 我既然我犯了这个错 作为一个懒人 我走了这一步 我既然认识他 就我下半辈 我就认定了 至于他得我 是真心不真心 这种我是看不到 摸不着的东西 你看不到摸不着 对 可是至少我觉得 在你们这段关系的最开始 恶意欺骗的那个人是你 在你们这段关系的过程当中 行为更奇怪的 反反复复的 失踪的 跑回前妻那儿的是你 对 所以现在我告诉你 我们不谈感情啊 我们只谈下半辈子怎么过 前妻那儿回得去吗 回不去了 儿子的关系能弥补吗 弥补不了 剩下只有一条路 这条路 就是对面的刘女士 对吗 对 所以 你有没有义务 帮他把所有的困难 担忧和骚扰 挡在门外 可以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其实非常简单 你对他好不好 不是对他负不负责任 而是对你的下半辈子 负不负责任 53岁了 如果他今天 就是下定决心要离开你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只有彻彻底底的解决了 前妻对你们的困扰 你跟他才能好好的过日子 所以这件事 你不要说 什么前妻找不找你 他不找我不找他 错了 那也就是说 刘女士以后就是永远 守住戴兔了 生活的所有的主动权 你们信不信服 全在于你前妻的心情了 这样的日子 他就算愿意跟你过 他能坚持几年 你的下半辈子就有多有保障 多幸福 多安稳 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有什么好的方法 对 就是放掉你对你前妻的任何幻想 彻底跟这个女人一刀两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林峰一再表示自己对刘林的感情很深 无论刘林如何选择 林峰都希望可以和他携手度过余生 但是刘林对此却心存疑虑 他认为林峰是因为没有退路 才不得不和自己在一起 并不是出于真心 和林峰在一起 自己今后的生活难以保障 经过专家的调解 林峰做出承诺 今后不会让前妻打扰自己和刘林的生活 并且每月给刘林五千元作为生活费 在今后的生活中 对于刘林的要求 自己也会尽量满足 林峰的承诺 是否可以打动刘林 广告之后 为爱守候 打开抖音搜索陆之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之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陆之瑞 打开抖音搜索陆之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之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大家好 我是陆之瑞 我要在抖音开直播了 熟悉被爱专身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的节目专制婚姻情感当中的 各种优柔寡断执迷不悟 以前你们只能在节目当中听我说 现在可以在直播间当中 跟我一起来聊一聊 不论是情感问题 还是婚姻的困惑 我都会尽量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关注我 带你识破爱情的真相 陆要怎么走 你自己选咯 打开抖音搜索陆之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之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生活中有一块一种 可能是有感情的 否则我们就以伴 我的伴侣需要的只是一份任意 要把你的脑子洗坏了 照休 不一定要立刻留 我们只是想呼唤善 我们只是想呼唤责任 关注我的抖音直播 给你最真实的我 陆要怎么走 你自己选咯 打开抖音搜索陆之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之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全民嫩活一起健康 快来和白小春一起舞出活力 上抖音搜索抖出嫩活块 参与军乐宝白小春挑战赛 Gate嫩活迎惊喜大奖 接下来到了两位的选择时间 来 越简单越快活 接下来进入白小春选择时间 这对半路夫妻分分合合好多次 今天在台上似乎极愿一身 能否调解成功 我们尊重当事人双方自己的选择 来 两位听好 如果想继续在一起生活 倒计十五秒之后请按钮转身 如果想离婚 请离开这个舞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前期的问题我会尽快给他治理好了 以后就是给他五千块钱的生活 然后慢慢我自己在东山再起 就慢慢在准备在下一步 一份真的感情可能更多的是应该给对方想要的生活 而不是这样的强行占有 房子没有了 儿子不开心了 前妻不开心了 现在的妻子也不开心了 我就是不明白 何苦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作聪明但是反备聪明物的男人 看起来留了很多的后路 但是实际上呢 前妻拒绝在接受她 还时不时地向她逼债 现在的妻子 当得知要和她一起背负债务的时候 也选择了不想跟她继续生活 本来家产非常丰厚 但是年过半百 两手空空 还背负巨额的债务 连法律都不会保护她 那只能说是你自己造成的 当你再也感受不到爱的快乐 可能是因为你们的爱已不再单纯 愿每个人都能找回那颗单纯的心 越简单越快活 爱是如此 生活亦是如此 如果您在婚姻情感中 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和困惑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全国免费报名热线 460-828-2299 接下来一起进入白小春嫩活发声时间 一段恋情的开始通常甜蜜而美妙 然而生活往往会给相爱的两个人 设置意想不到的考验 异地恋就是恋爱中的人 经常会面临的问题 我在新加坡的几年 你有几次打主动联系过我 也就是说这四年 平均每年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 大概只有在一个星期左右 对 因为我们这位在这么多年 我们两个从来说没有一起去逛街 去买个衣服 吃个饭拿这些东西 从来没有过的两个人一起 那么聚少离多的异地恋 究竟是试经时还是绊脚时呢 对于这个话题 六位观察员又会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好了 今天的话题 一定是大家会讨论的热火朝天 关于异地恋 异地恋究竟是试经时还是绊脚时呢 认为是试经时的请举手 这边三位 这边三位看来是支持异地恋的 那这边三位肯定就是反方了 来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白小纯 嫩活发声时间 双方谁先发言 首先呢 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呢 他在问异地恋是试经时还是绊脚时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能等同于 你是否同意异地恋 我觉得任何一种恋情 它都不应该成为你的绊脚时 要不然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干嘛呢 换句话说 如果跟你在一起的这个人 他是异地恋 他都伴你脚 跟你在同一个城市 那还得了 是不是更给你添堵了 异地恋呢 本身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如果问我的本心来讲的话呢 我是不太会选择异地恋的 但是我转念又一想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会选择异地恋呢 就是这个人 我太喜欢了 喜欢到可以放弃我的 不要异地恋的这个原则 我只要跟他在一起就好 我的择偶标准只有一个 是你就好 我根本不管你在地球还是火星 我要向全世界宣告 这个人他就是我的灵魂万侣 所以异地恋当然是试金石 因为它可以试验出 你对对方的喜欢程度 究竟能否覆盖异地恋所带来的 大家即将讨论的那么多的困扰 我也期待我的试金石 可以早日地试到对的那个人 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对爱情的憧憬 来 我们来看看现实务实一点的 你看 小人来了 对方其实在偷换一个概念 对不对 感情当中当然会经历很多的磨难 度过这些磨难 那个叫做试金石 度不过去那就是绊脚石 你其实对于异地恋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个量化的方式 来看一看 异地恋到底能不能伴助你们的爱情 通常我们来说在南京 你住游房桥 我住我的仙灵湖 那你们两个其实可以称得上 小小的异地恋 对不对 但如果在中国之内 你们隔了两个省 可能算是比较长距离的异地恋 我们如果隔两个国家 称之为更远距离的 我们叫异国恋 当然也是一种异地恋 其实你可以看到 对于这三种不同程度的异地 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情侣的数量 是越来越少的 就意味着 当你的距离越长的时候 伴助爱情的概率就越高 你怎么能够说 它不是一个绊脚石呢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什么 你千万不要小看 这样一个异地 对你感情造成的一个困扰 很多人异地是为什么 不是他们选择了异地 而是客观因素 逼迫他们不得不异地 倘若一对情侣 有机会可以结束异地 谁会放弃这个机会 谁会想继续地试经下去 谁都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在爱情当中 两者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你怎么可以不把它 称之为绊脚石呢 绊脚石是什么 能够踢得越远越好 那么谁越想结束的 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绊脚石 那么我认为异地 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绊脚石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 你真是太悲观了 我想问一下 你谈过恋爱吗 我当然谈过了 你本身攻击好吗 你谈异地恋 就是一定要为了分开吗 我们谈异地恋 只是为了我们要在一起 只是我们要选择的 一个方式而已 你解释一下 好 你觉得如果异地恋了 他就一定会失败吗 就一定不会在一起吗 我们异地恋 就是因为我们要在一起 而且我们相信 我们可以在一起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 所有当中的摩擦 都给他讲出来 就是说 如果我出现摩擦 我就一定会分手 我发现丹丹是一个对爱情 极其充满了诗情画意 有着美好梦想的一个人 对 我觉得她是活在童话中的 一个姑娘 是的 对吧 我觉得刚才丹丹是真的是 活在一个柏拉图式的爱情 在我的爱情观里面 我觉得爱情它就像是 小时候看的西游记 唐僧曲经《漫漫长路》 但是如果你告诉我 这个漫漫长路当中 我谈的还是个异地恋 我就觉得孙悟空可能 随时随地可能都要走 这就意味着你的这个取经之路 很难成功 所以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异地恋真的很耗费 彼此之间的时间 我们平常每天工作 就已经很忙碌了 回到空档的房间 你是想自己一个人 开狂欢的party吗 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 你希望有一个人 能够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伸出双手 或者是哪怕一句 没事宝贝 我在你身边 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够了 现在不是很流行的一首歌吗 就是想见你 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共勉 想见你 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穿越了千个万个 时间线里 人海里相遇 最终我们还是要相遇的对吗 所以希望所有的异地恋 都能够早点乘逢 你刚刚唱的一首歌 是想抢我饭碗是吧 其实吧 我告诉你 异地恋 有你体会不到的 我唱一首歌 你就能明白了 望着月亮的时候 我常常想起你 望着你的时候 就想起月亮 世界上最美 最美的是月亮 老高你这歌一唱把我们这节目本来是越年轻越快活越简单快把我们唱成这个夕阳红节目了 像清歌赛一样 对 清歌赛 我要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你刚刚这首歌不是发表观点 不是发表观点 好的好的 异地恋其实是可以释出好的也可以释出不好的 生活当中其实摩擦才是爱情的半角式 就我前几任女朋友是在北京弹的也是北京本地的 然后反而分手的 就我最近的一个女朋友是四川的 有半年时间嘛 就是异地的 她后来就从四川过来找我了 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你顺便到了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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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的那个 我一般不唱的前奏 我一般要往后面上 月亮在天上 怪我怪我怪我 你听不下去了 你不会叫我听不下去了 别这样 就这么了 其实是这样子 在爱情中呀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往往是带有痛苦性的 带有戏剧性的 或者是带有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 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往往是你追不到的人 会让你念念不忘 往往是你得不到的这段爱情 你会永远铭记在心 我们到底是要给自己的人生 制造一个这样的 戏剧性的一个话题 还是希望自己的人生 能够平平淡淡地幸福下去 如果我们想把这段感情 或者是这段爱情 变成一个 我永远这一生 都可以铭记的一段爱情 OK 那你们去异地恋就好了 你们去撕金裂废 然后有一天你们分开了 然后你去回忆这段故事 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 原来在某一个节点 遇到了这样一个人 你会特别特别有念想 那如果说你希望 你的这一段爱情是平淡的 哪怕是这段爱情 是可以走到最后的 那你一定是希望 这个人留在你的身边 给你一种踏实的感觉 稳定的感觉 接下来马上进入 今天的自由讨论时间 感情在萌芽期的时候 你看它怎么都是带绿镜的 怎么都是美的 但是感情它一定会经历一个过程是 它怎么跟一开始的时候 长得不一样了呢 怎么它一开始 脾气不是这样的呢 这是谁发生了变化呢 或许是我自己发生了变化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想 它怎么好像变丑了 但是它对我还是挺好的 那说明我在进一步地了解的过程当中 我是出了我自己对它的想法 例如其说你在试别人 我觉得是金石是在试自己 据我所知 丹丹现在正在异地恋对吧 作为异地恋的爱好者 你怎么确定它的忠诚 不对啊 那在一起也不能代表它就忠诚啊 对啊 可是不在一起 你更难 你更难 这个最容易出现问题 你更难去把握把控它的忠诚 我拿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 通过它的语气 来感受到它对我的一个态度 之前谈过一次比较失败的恋爱 我可以感受到 一开始就是宝贝甜心 对吧 亲爱的偏偏叫你 然后跟你说晚安 到后面其实就慢慢变成了 哦 好的 嗯 我知道了 就这样子 就你可以通过对方的状态来判断 对 它是不是心思还在你身上 对 其实女人的第六感 我个人认为还是挺准的 可是有的时候 男人就是要盯啊 你如果不在他身边 他出错的几率 可能是不是比你就在身边 时时刻能看着他的几率 要低一些 风险肯定要低一些 那谈恋爱不是为了风险而谈啊 嗯 对吧 是为了感觉吗 小陆哥 采访你家 关于刚刚那个男人就是要盯 你是这么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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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就是全身的经历啊 给大家一个争够啊 啊 那对啊 就是要盯一盯啊 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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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了婚以后怎么办 我也想问啊 你们异地恋想试出什么结果呢 异地恋想试出的结果 我来告诉你 你觉得牛郎之女 他们试出了什么结果 他们试出了一个七夕节 他们每年只能见这一次面 但是他们成为了 最美好的爱情的传说 他告诉我们 距离不能成为爱情的骨格 来不是 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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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郎和织女 绝对不是什么 说绝美的爱情故事 是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日日似君不见君 那是一种非常凄凉的感觉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那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 为什么会自我安慰呢 既然那句话可以流传这么久 我想问一下六位 如果同样在 可以在一起和异地恋当中 你们会选择什么呢 可以在一起 但异地恋一定是试金石 因为他一定比我们两个人 同样的两个人 在一起 他经受的考验更多 对我感情当中 需要被测试的 不仅仅只有忠诚度 两个人的脾气 对不对 生活习惯 两个家庭的一个生活习惯 三观等等 都是你们需要去试的 可是如果是异地的话 我觉得很多生活中的细节 或者说最后摧毁婚姻的那些细节 你们是释不出来的 相反 我觉得这样一种分离 反而是会让你们这些雷 最终埋到了婚姻的时候 再去爆发 我觉得这是半角时的 最大的一个原因 好 来这样 针对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 我想请两位前辈来 给我们做个解答 可以 是不是经过了恋爱当中的磨合 那么这些琐事 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 它就不会出现 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年纪 以及你不同的诉求的时候 每个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会产生的矛盾 是不一样的 一份感情 甚至是一对夫妻 一对恋人 它究竟适不适合 我可以告诉大家 没有任何一对 是天生在一起就适合的 感情就是学着彼此互相的包容 迁就改变 甚至经营 如果要是异地恋的话 都需要恋爱的双方 有很高的智慧 可能付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 可能才会 不管是试金石还是绊脚石 才能把这份感情谈下来 以我这几年的恋爱经验来说的话 包括我身边人的恋爱经验来说 如果一个人坚定地认为 异地恋是绊脚石 最终他分手的时候 人家问你什么原因分手的 你说异地嘛 一定由于你们两个真的不够相爱 你们会拿异地恋当作一个借口 但是你也不得不说 它的确是一个试金石 最终你没能在一起 但它也依然帮你排除掉了 一个不那么好的生活 异地恋是真的很美 可是呢 是不是真的适合过日子 就是我弹起来 我有一段轰轰烈烈的异地恋 那种感觉是真的很好 可是风险真的也是很高 最后我们说能在一起 尽量在一起 如果实在不能在一起 必须要异地恋的话 我必须要给你们竖大拇指 因为我觉得异地恋 真的非常需要勇气 你知道咱们节目有一个编导 它就是异地恋 包括他在谈恋爱到结婚之后 他依然是异地恋 他的老公男朋友是在上海 然后他们是一个星期 坐高铁过来见一次 之前在结婚前我还问过他 我说你不觉得这样远距离 以后生了小孩 会要选择在一起吗 他说我觉得没关系 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个照片 他们那个厚厚的高铁的票 他说我都把他击起来 我那一个时刻 所以我觉得异地恋 其实很需要勇气的 然后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不管是在一起的恋爱 一或是通过异地恋 都能够考验出 那个真正适合 站在你身边的人 异地恋成了就是一座封碑 但更多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沿途的断壁残缘 祝福异地恋 不要说他那么惨了 对啊 因为这个观点 其实两方都有他们的立场 对吧 好好想想六位 谁可以获得今天的 最嫩活观点奖 好 今天获得 最嫩活观点奖呢 那就是我们的 好 今天获得 最嫩活观点奖呢 那就是我们的 超级小碗 孙燕婉 来吧 燕婉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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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发给他的歌声 对对对对 好 最嫩活观点奖送给你 我们也谢谢电人机前 所有观众们能陪伴 希望爱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都能够像君乐 把白小纯纯牛奶一样 越简单越快活 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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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嫩活一起健康 5月13号请上抖音搜索抖出嫩活法 参与金乐宝白小春抖音挑战赛 只要拍摄上传这档舞蹈 就会获得神秘大奖 还等什么一起跳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